歡迎收看今天的無二直播 今天誰來直播呢我們來歡迎您 哈囉歷史哥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韜柯來現場跟大家講 今天最引起公憤的事件沒有別的 一件事勞動部 昨天真的是被大家罵爆 沒開沒收起 別說拉開大 那本來這個勞動部這事情 其實11月3號還是4號的時候 當事人就自殺了 然後這個是大家也知道勞動部的事情 我就不細說簡單來講就是勞動部的 這個北 北基儀花 金馬 分署 分署長 對 那和這個分署長呢叫做林... 許... 謝榮 謝榮 謝榮呢 霸凌下屬 然後是全署霸凌 那這整個分署裡面喔 這流動率極高光主管走了17個 那全部81個人喔 一年多這樣的時間這樣子像是大風吹一樣 沒人待得住 然後各種霸凌的舉動喔 這個篤不及被窄 而且各種超級的要求 比如說呢幾分鐘內沒有回訊息馬上暴怒 動輒呢 用各種尖銳的拍桌子 指著鼻子罵詆毀人格的 還有呢他為了種自己的小草小花 然後還搞了一大堆這個電燈 每天還把他澆水帶出去曬太陽 全部都在辦他私人辦公 然後電費過高被上面檢討 他把他檢討下屬為什麼幫他被電 出如此類的各種非常荒謬的行徑喔 可是最奇怪的事情呢 這件事情在十一月 就在今年的二月三月的時候 就已經收到了檢舉 但是竟然呢被吃案 鬧到現在呢 到了十一月已經鬧出人命了 而且這位自殺的公務員 他是在辦公室裡面上吊自殺 根據爆料當時上吊自殺之後呢 理論上人走了嘛 應該用這個濕袋 或者是用這個白布加單架 把他蓋著 讓他有尊嚴的離開 讓他這個到了下一個點 可能到殯儀館或到醫院去做這個 最后太平津田做處理 但不管怎麼樣 竟然說不可以使用禍梯 讓他用作者的方式喔 然後抬下一樓 只因為禍梯是長官要使用 有到這麼誇張的程度喔 每一個行為都讓人覺得非常髮指喔 然後呢 這個事情爆發 後來到了這個十一月大概十號的時候 這事情終於壓不住干財板 爆開了 十一號開始勞動部受到大量碰 因為事實上已經從議員開始燒到立委 立委又到國會又質詢嘛 那因為現在在一檔多數嘛 事實上他們官員就備受壓力 那現任的勞動署署長 勞動部的部長何佩山呢 就說他允諾的時候會查 會去查 然後查了就組了調查小組 說七到十天要給報告 然後就到這個禮拜一 然後給了報告 給完報告之後呢 直接炸鍋 欸是今天還是昨天 是昨天還是前年 是禮拜二吧 禮拜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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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炸鍋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內容 那今天呢更炸裂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今天我們大家請您 他來跟大家分享喔 小編幫我們帶一段影片喔 今天何佩山啊 當場痛哭啊 昨天報告就痛哭 今天又痛哭 主席你要不要暫停一下 讓那個 讓 主席要不要暫停一下時間 讓部長的情緒緩和一下 好 好 好 那我再問 那影片看完 有備而來喔 昨天就哭啊 昨天調查報告 來林桃 這個一定要給你轟一下 這太誇張太多了 我剛剛還沒講完還一堆耶 對太誇張了 呃 昨天呢 這份報告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 當時候的王 這個這個部長是說什麼嗎 他竟然 這個何佩山部長是說 偶心力寫的調查報告 然後呢 說這個署長是 木耐人 木地良善 你知道嗎 全國為什麼會炸鍋 就是因為你這兩個字炸鍋 然後 今天立法院 立法委員在問你的時候 你有哽咽 他哽咽到立委 剛才這段影片就可以很清楚的顯示 還要主席先暫停時間 然後呢 你才要坦承 你的木地良善講錯了 要收回 然後呢 才要講說 確實這個分署長有霸凌的行為 那我就問嘛 如果這個 這個分署長有霸凌的行為 為什麼昨天你們說沒有 非官 甲方乙方 甲方就是這個往生的公務員 乙方就是這位謝署長 為什麼你昨天講說 他們的死 他的死 跟霸凌沒有直接關係 為什麼你昨天可以講這種話 這不是公然的詐欺 公然的護航 官官相護嗎 所以為什麼昨天 全國的民眾這麼憤怒 所有的基層都打到我們的選服裡面 跟大家講說 這一份調查報告一定要追查到底 因為何佩三正在問過是非 正在把這個講到的這個勞動部 這塊布 蓋住真相 所以我覺得剛才歷史哥前面講到 一個往生者 他應該要被覆蓋白布做貨體的 結果 這個昨天這個勞動部竟然講說 不是 這個 這個謝分署長他不在現場 他沒有指揮大家要做客梯 沒有做貨梯 可是又說這個貨梯需要權限才可以做 開這個權限有這麼難嗎 人都死了耶 白布不蓋 他還把人折起來放在輪椅上 直接做貨梯下來耶 情何以堪啊 然後事件發生之後 這位謝署長竟然還發一個公開信給他的同仁 寫說他通靈的結果 說這個死者要謝謝同仁 謝謝分署所有的環境對他的照顧 你是有什麼病啊 你有什麼病啊 然後你的調查 整個的結果竟然是對外講說 他的死因不是因為霸凌 是因為工時常很孤獨 啊死 就人已經死了 請問你是觀洛英去問是不是 我看到有粉專寫 你去什麼樣的認知去訪談去得知這個訊息的 然後最誇張的是調查小組是由這個次長 這個次長明明就跟這個謝分署長會熟 很熟 然後在這熟的過程中 你次長去問所有的同仁 同仁會敢跟你講真話嗎 他一定講假的嘛 或是跟他講說親的 或是長官想聽的嘛 所以調查報告 為什麼大家覺得可信度極低 最誇張的是真的 今天早上和貝商部長 你還說沒關係我會送監察院 結果被抓到什麼 謝宜榮分署長 就是監察院院長陳菊的子弟兵 你子弟兵犯錯 說全案要交給監察院 這沒有瓜田裡下自己人官官相戶嗎 然後這件事情有多誇張 因為有三大疑點 第一個疑點我先說 當時候其實二月就有把這個案件 送交給勞動部查 當時候的勞動部次長王安邦 也就是鄭文燦的嫡系子弟兵 當時候在桃園當社會局 當勞動局 在當這個副秘書長 當很多局主 很多局主都當過 那他在當這樣子的一個勞動的專業的時候 他在今年二月接到這個陳情跟這個投訴 結果查一查 人就請辭了 人就請辭了 所以這兩個 我現在聽到兩個版本 我覺得王安邦 因為王安邦他的太太是顏未慈 新北市議員 你不要等這個李玉祥出來爆料 你是新北市議員 你有責任把這個知道的真相全部來揭露 現在兩個說法 如果我們講錯了 請你出來指控 沒有關係 你出來講清楚 有一說 是因為你知道了真相 你不敢 你完全碰到的真相 你查不下去 所以你用各種的壓力 各種的理由 你被請辭 是不是 那背後的壓力是什麼 背後的內幕是什麼 是你知道了什麼 不敢講 所以趕快告老還鄉 回去說你要帶小孩 言未慈你在我的面前直接說 是因為家庭的關係 他對勞動部所有的業務非常熟人 也非常用心 然後是為了家庭的關係走了 還是你知道什麼內幕 不敢講 直接離開 覺得水太盛 不敢躺這個溫水 你要講清楚 我們要在這邊質疑 第二個 現在又有人說 他這個案子知道之後 王安邦次長直接找他來說 你要注意 這是媒體講的 所以是你吃案 然後呢 你吃案不曾被上面的知道 覺得你吃案是不對的 叫你走人 還是說 你其實沒有吃案 想要查辦到底 然後呢 幕後的這個黑幕 這個山 讓你感覺到恐懼 你走了 這兩種可能性 我說真的 今天真相已經快被掩蓋完成了 這個調查報告 連死者的遺書都不敢揭露 然後呢 現在他移交監院 還有多少資料 會在這個過程中 一一的被掩蓋 所以王安邦 這個言外詞 如果身為一個 熱愛勞動部的員工 熱愛勞動的這個精神 然後你身為一個 新北市的民意代表 你要給我講清楚 你不能碰到謝宜龍 全部都掛掉 這是第一大疑點 對 第二大疑點 為什麼 為什麼這事發至今 全國已經炸鍋 野火燎遠了 竟然要動用 勞動部的兩個部長出來道歉 前部長許明春 也是你陳菊的局勢大將 然後你讓謝宜龍做直升機 然後升官升這麼快 一路從這個部長室 直接升到一個分署長 完完全全就是做直升機 然後他你道歉 許明春道歉 然後和貝三連兩天道歉 為什麼你謝宜龍 就是不道歉 每一個大官碰到你都要退避三色 你好大的本事喔 你背後到底是誰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兩則內幕報道都指指 你家裡的事業在雲林很大 是傳產 你夫家跟綠營的關係千絲萬縷 所以你這樣子的一個我們講到的一個關係 是不是你的後靠山 你的後台 我今天聽到某一些評論還講說 哎呀 我們外界不要對謝宜龍那麼苛刻 欸他現在身心不穩定耶 你在霸凌謝宜龍啊 那你在 對你在霸凌謝宜龍 那你在霸凌別人 人家死了你要講什麼啦 人家也死了耶 那死了你當官的人都不用出來講還說什麼 不要霸凌他啦不要苛責他啦 你聽得下去嗎 你苛責他 你苛責人家可以人家苛責你不行 第三個喔 因為這個新美詩緣他提到一個細節 他講說他指控這個謝分署長涉入圖利的罪嫌 那因為這個圖利的罪嫌是有一些特定的講師跟顧問 通通同胞都的同胞給特定的人 而且重點他寫說 後面還有還沒出發包出去的標案 到底你是受到了自己誰好朋友的壓力 還是誰給你的指示這些標案非過不可 你要講清楚 因為這涉嫌很重大 如果今天你是因為徒弟的關係而影響到霸凌 那我覺得這個層次跟案情會向上延燒 是完全不同的層次 第一許明春的靠山就是城局 對 謝怡榮你的過去的老長官成局 然後何佩三你的長官叫做柯建民 這兩座商讓你們有恃無恐 所以我覺得今天喔 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勞動部霸凌的事情 然後我們才剛揭露 然後基隆林佑昌的子弟兵 海科館的館長陳樹芬 霸凌這個員工也將近走向 也差點走向絕路 然後今天徐曉星要爆料 在外交使館上使館霸凌別人 叫別人代付電款 然後我們的立法委員 整個在野力量全部團結起來 又檢驗到衛福部 你在過程中當時候的疫苗的時候 你霸凌這個員工讓很多人離職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大霸凌時代 這個大霸凌時代 全部都是女綠營權貴高官 正在欺壓善良的基層公務員跟百姓 這個賴清德你管不了 你管不管啊 你再不管了 我告訴你 你的民調還會在下滑 其實這是引起全民公憤啊 剛剛你講的非常好 這段時間為什麼 就是整個社會這麼動大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綠營權貴 就你民進黨無法無天嗎 你根本覺得我有事無恐啊 我就是 我就是上面的人啊 我土皇帝啊 上面在做大皇帝 我長官在做小皇帝 我在做土皇帝啊 一層一層下來 人均小皇帝啊 所以呢 他們當然覺得說 我霸凌你剛好而已啊 為什麼 我的權力 我的權力不是來自於你們 也不是來自於老百姓 我的權力是來自於上面的壽語 對靠山 對嘛 所以這是什麼 人家以前有軍權神壽論 他們現在有軍權綠壽論 所以這個綠營壽語的權柄 所以當然 我權力當然是無限大 反正我有死忠載 你支持死忠載 就讓我們繼續當選 所以我愛咋霸凌咋霸凌 對不對 這就是現在的問題啊 然後我們看到說 何沛山被安質疑說 那你針對謝宜蓉的問題 你到底敢辦法辦 剛才林桃講到一部分 那我當然敢辦他啊 好啊 辦啊 這脫什麼 為什麼要每一次 大家講一個 做一個 講兩個 做兩個 所有的東西都是被逼出來的 這件事案子到現在 讓人家感覺就是非常的脫塌 都是人家講你才要做 然後呢 昨天還傳出一個是 謝宜蓉的案子 把他自己的分署長 的分署的副署長 副分署長 推出去 受懲戒 所以謝宜蓉說 我副分署長也是承擔很大的責任啊 對 我覺得真的是匪夷所思耶 還有喔 說要降掉主管子 結果是平掉 對 所以到現在他沒有一個 真的受到懲罰 而且他為什麼 可以躲到現在 在我不理解 對 這是最危險的 因為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從2月開始 已經有人做這個 吹哨著 說勞動部的勞資環境 已經就是整個的工作環境 已經插到惡劣到不行了 檢驗這個主管 有81個人離去 然後呢 這個我們講 這員工是11月4號他往生 他輕生 然後到了兩個禮拜至今 你才要查 然後查報告裡面 全部都是假訊息 說了三次 這個延誤了最佳的 去解決的這個解胖 而且我必須講喔 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那個次長喔 你主導這一次的調查報告 你有很大的責任 因為我懷疑你也是衛造文書 為什麼 因為你們第一時間對外講說 這個霸凌是無色的 然後你調查報告的最後一條的 最後一行 寫說 可是這位分署長 還是涉嫌霸凌情節重大 你牛頭不對馬嘴 你的邏輯前後不一 你就是在問過是非 而且你今天敢拿出這一份 調查資料 欺騙全台灣的社會大眾 你好大的狗膽啊你 在搞什麼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一定要給他們重重的懲戒 因為他們已經有誓恐出來 反正開記者會唬爛大家就好了 可以這樣唬爛嗎 什麼叫做間接的關係 沒有直接的關係 就是有關係就是他嘛 那你要立法委員 在這個立法委員質詢到最後 你才哽咽 哽咽完之後才說 對啦 他是霸凌啦 憑什麼要大家逼成這樣才交出來 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家 這個賴清德 因為我覺得賴清德真的是把自己當土皇帝 然後呢這些人有誓恐 反正沒差嘛 我們這個系統跟賴系啊 沒有局域啦 因為賴總統啊 他只對別的派系有潔癖 對自己人不會有潔癖 談好了嘛 新潮流的男系也菊傑 怎麼可能會動自己人呢 不會的啦 然後呢 你去看這個柯建民 立法院交給他處理 我幹嘛去動柯建民的人 所以為什麼這些人有恃無恐 因為他從過去上任至今 對現在的跡象 反正像鄭文燦不同系統就被幹掉 然後不同系統一直被幹掉 有這個柯文哲被幹掉 有同系統 不會不會 全部都沒事 陳啟玉 對陳啟玉 呂政章 每一個都爽到什麼程度咧 落跑的落跑 接董事長的接董事長 真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賴清德你這種態度 全民會把這個整個 我們講到勞動部過勞部的這件事情 移轉到你身上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情 會徹底的讓台灣的勞資環境惡化 因為你勞動部是管企業的 你今天要跟企業罰管說 你這個缺失你做不好 你有霸凌的習慣 你有好意思說別人嗎 你沒資格 你沒那個臉說別人 因為你在你們的勞動部 就是這樣霸凌員工了 你今天要去開爬任何一個場上 誰聽你 然後你憑什麼罰人家的錢 因為你自己都這樣做 然後自己是平調 是調理被主管職耶 你連停職查辦都沒有耶 你憑什麼要求這些企業 其實我覺得剛才講 你剛才講的重點 濤哥剛才說什麼 潔癖 我現在真的覺得 你的潔癖都是屁啊 你的潔癖是搭捷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們家的人 每個都像搭捷運 都一站一站往前走 其他的公務員奉工手法的 努力在那邊努力的 那一台列車搭的上去嗎 有辦法升官嗎 我很懷疑 根本不用懷疑 根本就上不去 對不對 這個何沛山 這個謝怡榮 做直升機 都一直往上走 所以說他人家 他正在搭捷運啊 每一站每一站過水 而且跳很快 而且我跟大家講 現在大家最質疑的是 何沛山 你謝怡榮到底要不要交出來 結果他說什麼 他說他有責任 他必須出來道歉 但也是要考量他本身的意願 跟出來大家說明 所以你做一個勞動部長 你下面的分署長 這個比你還大 請示謝分署長 您可以出來幫我們跟動作說明 我只是委屈的部長 那要看我心情調適的怎麼樣 才要出來 你看有這一種分署長 爛透了 分署長比部長還大 我也是服了 部長出來道歉 分署長看心情 而且你知道何沛山還講什麼 他在做專題報告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那個態度也是很惡力 他在那邊哭罪 有像貓哭浩子吃慈悲啊 太多了 你看他說 我身為機關的領導者 面對這麼大的事件 他大可粗暴甩鍋斷尾 求生很快把事情結案掉 但他考量這是文官體制的悲劇 所以找出官僚課程有什麼問題 原因必須少出來 釐清事實才可以責任歸屬懲處 他也必須慎重 畢竟政務官沒有直接停止文官的權利 必須要有事實跟理由還有理據 是沒錯啊 但問題是 你這什麼態度啊 大可粗暴甩鍋斷尾求生 所以意思是說 你有這個權利是不是 對你有這個權利 他意思說我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不這樣做 這要什麼 你去超商裡面 然後就當然超商店員說 我告訴你啊 這罐水我大可直接喝掉 好不付錢 但是我呢 你看我很客氣 來刷給我卡 對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出來不錯了啦 你們這些基層的公務員 你們這些外界的民眾 你們這些在野的民意代表 我都出來了耶 要感謝我吧 我沒有甩鍋耶 我有出來負責耶 我可以都不要講喔 我躲在家裡 我繼續吃香喝啦 風頭一過就好了 還傳出你們 花了多少公關的經費 在處理這些事情 平常這個長官打點的很好 欸 你吃什麼態度啊 你出來是你的責任 是最基本的 你竟然說 那看我的心情 我出來不錯了 對不對 你各位 你各位 我出來不錯了 你還吵什麼 所以我覺得 歷史哥我覺得這件事情喔 他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就是結構性的問題 對 因為已經出人命了 這事情才會拆開 因為之前我們不是在講說 基隆海科館的館長陳樹芬嘛 他你知道他霸凌霸凌到 大家就精神很分裂 然後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在發包案 發標案的時候 竟然是他兒子認知的公司 標到標案 超扯 超扯 然後我跟你講喔 我們現在已經接了喔 包括鏡週刊都已經打了喔 到現在還可以不動無三 很厲害耶 不動 然後連教育部調查他 動不了就是動不了 然後他不動無三 就是卡在那 然後呢 他還疑似要調動他三個 三個下面的這個 這個鼓掌跟組長 就是等於意思是說 誰叫你要弄我 嗯 誰叫你要弄我 我來調動你們 看你們下次還敢不敢 我告訴你 陳樹芬你還有料 真的你還有料 你不要太誇張 你還有料 你現在要這一種態度嗎 你的料呢 你還有料咧 所以我覺得今天陳樹芬 到了這個勞動部 到了現在報的這個料 民進黨權貴的大霸凌時代 已經讓這個生活百姓 已經陷入了綠色恐怖 而且這綠色恐怖 今天早上真的很誇張 為什麼 今天早上我們開一個記者會 叫做霸凌之後 到底基隆的市民要遭受什麼樣的恐嚇 竟然你罷 你輸不起 你罷糧輸不起 結果你那時候罷糧的時候 用多少的資源下去基隆 結果你現在輸不起 竟然要清算什麼 清算當時候反罷免案的人 基隆市民耶 基隆市民 然後怎麼樣 他那時候就反罷糧 就覺得說 我在臉書決 我就覺得民進黨不應該這樣子 對不對 結果竟然被 有民進黨議員色彩的這一些黑道 他竟然叫了四五個黑道去停車場 在那邊埋藏那個 我們講的這些武器 結果他們已經到刑事局去備案了 因為埋藏這個武器就是這樣 堵他 結果他下次發現有人被 有人在跟他趕快回到車裡面 把他把車子反走 結果那黑道竟然拍那個車上說 你給我下來 就是要把他擄走耶 結果後來他打電話去問說 到底是什麼 而且他說 因為不好意思有人出價二十到二十五萬 要來處理你 說要來幫你處理 這就是綠色恐怖來臨 真的是太誇張了 而且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整個案子 現在真的是嚴煞 完全嚴煞 你如果今天去搜尋的話 這個是完全上了YouTube頭條 可以各個的頭條 然後更扯的事情是呢 我覺得何佩山他都很管 因為今天國民黨立委質疑勞動部 你二月的霸凌申訴是吃案 其實你應該很憤怒才對 因為今天就是因為二月有人吃案 所以導致了這個十月有人自殺 才讓今天這整個十一月自殺的事情 然後才導致整個事情炸開 你應該很憤怒才對 如果是我氣的不行啊 我說誰吃案 從二月吃案害到今天事情變那麼大 確實我剛上任 我被瞞天過來 我這個我要道歉 但是我一定跟委員報告 後面這一系列 對我瞞天過來 就是對全民瞞天過來 就是對國家的叛徒 我一定要把他找出來 這些人就是公務體系統的重置 誤網誤重 只要查出來一個問題 我一定處理 而且一定給他移送 你這種態度 哇靠 柳佩山你未來 我也是勞動部長而已 你未來搞不好當市長 對之前呢 陳啟玉賴清德都還曾經在講說 他不認同陳啟玉老婆 然後呢 你看在過程中 你說要清查到底 結果這個案子 竟然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所謂清查到底 賴清德總總到現在 一句話都不敢講 對 你怕得罪陳菊 還是怕得罪柯建民 欸太誇張了 現在已經延上了 每一則 我們看到所有的訊息出來的流浪都爆炸 代表什麼 代表民意正在沸騰 代表民眾想知道真相 然後你要講說 欸不會啦 我給你用陰公補序啦 給你補序金 你要用陰公補序 然後就遮掩這真相 這是你民進黨的態度嗎 我覺得太誇張了欸 真的是很誇張齁 那再來還有一個更誇張的事情 其實應該是差不多誇張 但我也是覺得很扯 已經搞不清楚哪一個比較誇張了 你說Tina嗎 欸對 陳啟玉呢 他現在被人家發現 他的帳戶裡面 過億的現金啊 全部領光光啊 那酒店的一個郁姐小三一室呢 住海外洗錢 因為大家知道陳啟玉之前離婚了 那有人說真離婚 有人說假離婚啊 那據說就是因為有小三 那這個呢 陳啟玉呢 之前不是無法請回嗎 隔天就下落不明 到現在查不出來 然後更好笑的地方是呢 賴清德只敢公開婚 哎呀 啟玉啊 趕快回來說明一下啊 哇 那所說你賴清德這麼客氣的 哇 你這台湾不是很兇嗎 市長站起來 離婚站起來 議員站起來 議員站起來 我們把台南市民會失禮 會失禮之後 失禮之後 失禮之後 抱歉啦 太太多了 那這事情我先跟他報告 他怎麼回事啊 他有一位跟他交往的這個酒店小姐 協助會出了不乏所得 那陳啟玉常常到三多商圈 高雄三多商圈那裡很有名啊 那一間 他講那件我應該知道 不只呢 許多生意在那裡談成 也看到了一些匯款資料 外包合約 上譽的儀式贓款 可能都洗字了海外 那陳啟玉家庭破裂最大因素 就是外譽這位 剛才 陶哥講的 Tina 酒店名花 長期交往 拋妻棄子 其實也沒有 因為陳啟玉 他後來的老婆也是再婚的 所以 主要呢 就是他的這個前妻嘛 就是這個 這個 曾之文嘛 以前在高雄的時候 兩個人呢 一個是局長 一個是副市長 還未為佳話 那這個 Tina呢 據說啊 是走這個 熟女 玉姐風 賴的大頭天呢 俏麗短髮牛仔褲 拉高額頭髮際線 白色墨鏡搭耳環 深約40左右 迷得起玉是不要不要的 那許多應酬場合呢 都帶著Tina 可見呢 Tina的地位不同一般 而且啊 因為他是酒店長哥 跟Tina交好 十分信任店家 所以基本上 這些光電合作案 都是在三多的這家酒店 來談成的 所以呢 日前呢 有人把他放出他說 從林圓逃至菲律雲兵 不排除是煙霧彈 可能還在國內 所以你檢察都知道 你放任他的帳戶領空 然後Tina在領錢 去抓Tina 把Tina抓出來 他家錢不就現金都在裡面 Tina搞不好也跑了 Tina搞不好也跑了 不是 他在抓 我先補充一個訊息喔 因為 現在傳出來喔 因為我們正錄影的時間 現在傳出來賴清德 好像在中常會開幹 勞動不安 因為火燒屁股 已經不能收拾了 現在 你做什麼處置 那股火都不是輕易的 對 然後 現在何佩山說 立即對謝宜蓉停職 到重點來了 你前面講說 他依法不能停止 只能掉職 是 怎麼現在又可以停止了 說停就停 我想停就停 我不想停就停 說謊 說謊的高手何佩山 真的 太誇張了 胡說八道 所以 只要 那邊謊言 只要賴神震怒 想殺誰都可以 對 所以賴神沒表態 這個 皇帝前的小狗 對 沒人敢殺 完完全全太誇張了 所以我覺得 回過頭來看Tina 那我知道為什麼 這事情 他不敢殺 因為畢竟他是老柯的人 對 他不是賴神的人 他是賴神的人 還是阿吉姊的人 誰敢殺 如果他殺他之後 改天老柯在立院弄你 你要過什麼 我就整你 所以現在大家 沒有 因為他們派系不一樣 所以他是恐怖平衡 對 但如果今天喔 今天如果這個何佩山 是賴神直屬親信的話 就沒事就過關了 對 然後你殺 你今天殺我的何佩山 我明天殺你賴系的誰誰誰 這難道不就是 民進黨現在派系 惡鬥的結果嗎 對 所以我覺得派系鬥成這樣很誇張 那我必須講 就是你要講到陳啟鈺 那陳啟鈺也跟賴神德的系統 也很很有關係 都清潮流的 對 因為他當時候當任陳菊的大都島 就是選大選區大高雄的大都島 後來當任陳其邁的競選總幹事 都是核心人士 一路從匾到 因為匾那時候用陳澤南 所以基本上那時候就跟這個陳其邁系統 英系很熟了 然後那時候是匾系 後來是英系 然後又跟這個陳其的這個新潮流男友很熟 他就是高雄的大霸主 所以我說真的 歷史哥你知道嗎 怎麼聽啊 對不對領他的錢 我告訴你 明天再去領多多領一筆也不會有人抓啦 陳啟鈺就是不 就是不抓啦 就是不抓 欸 你怎麼可能一個檢調 不可能 他們都可以掌握的 然後你連喔 你現在不要跟我講說你抓不到 你連他在國內還是國外 你都不知道 嗯 坐他拿出去也有情資 然後他在菲律賓 現在傳出在菲律賓也有情資 就你連在國內或在國外 在國外通通都不知道 第二個 你到現在還沒有註銷他的中華民國護照 讓他如果坐他拿出去 你還可以拿護照 像是我們講到逃去這個澳洲 不是之前還講說橘子嗎 萬納度嗎 對不對 然後再去拿這個什麼黃金護照 這些全部都沒有動作 沒有動作 第三個 你的帳戶金流沒有立即鎖起來 就是說你上面有上億的資金 你竟然在第一時間查辦你沒鎖 你既沒有撤銷護照 既沒有鎖 又不知道他在國內或國外 我告訴你這就是一個放水的案件 這就是一個完全放水的案件 就這麼要抓他 所以我覺得永遠抓不到他 因為如果賴清德沒有抓他 就永遠抓不到他 你看喔這叫什麼 眼睛瞪著大大的 然後陳啟玉就在那邊做妖 做福做威 然後大家都知道 他可能根本就在國內吃香喝辣 你看喔以前那個趙家寶事件 趙家寶就是在高雄被起訴 然後還可以跟各種什麼 每一個人還可以跟邱泰山合照 然後打著陳菊的子弟 一邊在到處亂晃 我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家長輩還跟他一起喝酒 趙家寶 我知道啊 趙家寶 他們爸你也知道 我說 因為以前我們校長叫趙聯出 國民黨的老立委 他兒子就趙家寶 後來通被綠營 我說齁 那當初他是不是給他通緝 不知道 他知道他會通緝 反正我看他也正常 他就帶他去做靈酒 就這麼扯 法外之地啊 會不會他現在在哪個山區 吃這個山菜或是野 我看現在搞不好在某個酒店的VIP包廂裡面 跟踢他在那邊飲酒循環 民進黨這樣子我覺得真的很不妥 因為你讓全民對於司法的信賴感 已經降到了史上的心底 真的 如果你現在是針對這個陳曲案子是這樣搞的話 那基本上我覺得真的 你不要告訴我們要查這個案子 你基本上全部都查不到 其實這件事情還有一個對應的 就是你知道這兩天不是有一個人嗎 八八會晚郭哲明高額一億元交保 結果他其實被傳輸他現在的這個電子腳樓 是違規900多次 然後他說我違規是因為我住在大直 我離松山機場一公里內 然後很近 就會一直觸碰到� didn't don't 它是要擋跑的那樣的訊號 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然後他還在講說什麼 啊我這個充電四個小時啊 就沒電了 就是一個違規的人 那為什麼不抓起來還給他医元交保 因爲八八會館當時後的政界警戒高層 進去多少人呢 2020年的三月鄭文燦 這個應 卓榮泰之邀 去八八會館飲酒 然後這個飲酒 面对这个企业家到底在瞧什么事 谈恶怂不可告人的事 然后巴巴会馆郭哲敏 在2020年同年的11月到巴德买1.8万平的农地 请问诈骗集团要种田吗 请问线上博弈地下会队的集团 身家100亿的人要去巴德种田吗 然后偏偏还买到捷运站旁边 捷运站只还移到你这个土地的附近 两年报赚三十几亿在市价里面 太厉害了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陈启玉的案子 会跟郭哲敏感觉一样 就是不能查 真的 因为你查下去所接触的绿营的高层 请接的高层还要牵连多少人 这绝对是动摇国本 陈启玉背后就郭再卿嘛 他合作对象啊 陈启玉的台盐绿能在哪里搞事 在嘉义义竹 义定记对义竹啊 义竹就在台南县 就是台南四根嘉义线的交界那个地方 为什么搞到这里呢 你知道台六十五线吧 就是我们号称第三高速公路沿海那一条快速到路 就是因为 就是61 台六十一线 就是因为台六十一线的沿线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中电了 所以才从台南 从七谷你他妈的中到北门 再操你妈的中到义竹去 你知道我上次就把谷歌打开 因为他那时候说61族以西不能再弄了 所以他就这样中了 我说哇操 难怪搞到嘉义 我想我怎么突然搞到嘉义 原来台南已经搞满了 所以你看那一套模式多可怕 郭再卿就是在包这个的啊 郭再卿养谁 郭再卿就是邱莉啊 邱莉莉案的大金主就郭再卿啊 他当中抓议员 对不对 抓这个议员哦 这个当时方姓的台南议员 你们国民党的 上车去 诶,那他爹啊 好啊,对不对 搞了方姓议员吓死了 就会每天躲在市议会里面不敢出来 那个孔赫他的谁叫陈世杰 台南市余会已故理事长 为什么已故呢 因为这个案子里面全部都判无罪吧 然后没多久陈世杰就在 台南市区当街被双枪侠枪杀打死 到现在双枪侠不见人影 赖清德啊你不是有会震怒 奇怪呢 这个震怒突然陈世杰你不震怒 陈世杰女儿是路人甲啊 哎 郭哥你想哦 你做议员你就知道 调话咖里面要做到那个区渔会里 市的渔会理事长 对 要做到那个农会的理事长 对 那一段 在调话咖里面 那个化水会简单 真的化水会简单 那叫活动随便叫上千人就出来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这个重店的面积已经快没有 土地快没 所以动到这个嘉义 动到台南 又动到云林的口湖台西的余温上面 结果这些所有的色路弊案 口湖的前乡长林哲林 收四百万去侨市 就侨到所有人被抓去关 那些原本要种光电的这些 现在是围满铁皮 那个铁皮已经烂掉在那边 随着风上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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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台湾的土地搞烂了 他们把地方的发展搞烂了 他们让台湾在全球 风电跟风场 光电的名声搞到烂了 那些外商都在指控说 台湾的投资环境怎么会这么差 到地方就是桥市 就是黑道 就是民意代表 然后就跟人家讲说 诶 那个 诶 诶 顾问费啊 诶 顾问费啊 在外商看 顾问费怎么那么高啊 那请问你要帮我们做什么事情 除草啦 帮你们除草啊 你们不是要做光电跟风场吗 要除草 对不对 我现在演好像Netflix的一些台剧 要帮你除草 就来除草啊 结果大家想说 三条线除草要这么大的经费 让这些这个我们讲光电台商 而且说真的他第一时间他到地方 他就遇到了这些恶霸 可是呢 你看那个光电设置到场 总共有九个流程 他还要遇到九次 他要喝酒瓶高粱以上 他要搞到什么程度 然后中检到最后 有可能还会涉及弊案 全部都是全案 就黑油了 所以你要叫这些台商怎么投资 诶 叫这些外商怎么投资 台湾搞不好被列为外商 投资环境最差的一个国家之一 真的真的 所以陈曲玉这个事情真的是超级无敌夸张 而且你看 现在连自己的民进党自己的立委都在骂 对不对 那这个难检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难检是微信 其实当时难检不是你还记得什么 独家爆料 怨检不合 有没有 因为怨检不合 所以把人给放走 我说怨检不合 你私人的理由 你可以作为公家判决的一个干扰的依据 你有种放这种消遇出来 我说实在 那我要做总统 台南地方法院通通抓起来 台南地界都通通抓起来 大家把你拐到谁杀了 这种事情 你去死人有什么 我跟林桃假设 我是A议员你是B 我是我是市府好了 你是议员 因为我们服怨不合 所以我们就可以 因为我们不好 所以那个罪官不要理他 可以这样 随便你决定 有这种事 所以我那时候说这个一定 两个都有鬼 这个就是演一场鬼戏 果然陈其玉就放出去 跑了 然后现在 吴忠献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就说 你这个监察院 你到底处理的怎么样 结果监察院就说 此案的调查 防逃机制也是监委的 独立行使职权不予评论 但内部委员确实有些不同意见 最嚣张的监察院 李军以前是立法委员 现在调到 现在在监察院当秘书长 是很嚣张 他当时也闹一个很嚣张的事情 他说你要不要违欠申请 李军说对我要违欠申请 他说你秘书长可以代替院长决定 你都不要开院会 监察院也是要开院会决定 这种那么嚣张 但他们现在也得承认问题很大 所以你就知道 嚣张道理他自己要承认问题很大 刚才讲到你说 八八会管郭泽民 对不对 他还有科技监控 陈曲玉是没科技监控 延迟开庭 对第一时间 纵犯罪办 所以现在兼美的王美玉 叶大华就来调查台南地检地院 针对他们自己申请 因为他们就说他们自己要调查 那 真的是很夸张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已经夸张到了极致 那吴忠献是认为说南检其实没有违法问题 主要为其出在深压的是职权 不放不放的是法官的职权 所以这个地方要去处理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鬼扯的 今天民进党关关相互 讲到台南讲到高雄就烂到一个 你想不到什么好话 涛哥 完全想不到什么好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陈启玉 再到欠台湾烂账的五千万的旅政账 然后呢你看到这些人在司法可以逃过去 然后在这个任用可以逃过去 然后现在又来了一个劳动部 然后这些我们看到这个郭哲民 他可以这个高额的交保金交保 我真的觉得会让人家觉得 我们很想相信司法的标准是一致的 可是很明显的司法的标准是不一致的 检掉茶饭的标准是不一致 当时候十月二十三当南检都已经 申请积押这个陈启玉 你再怎么夸张再怎么样查办 你也要给他一个电子的脚疗或是监控 而且在这个这个检方在申请的过程中 就要启动一些防淘的机制 然后要管要管制他的这个护照 他当然有禁管 可是他的护照到现在还没有撤销 然后南院竟然在十月二十四号 不顾谢龙介已经在立法院跟这一个法国部长提醒有人要落跑了 还是给他重放到十一月一号之后呢 才重新积押者已经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阵期间你会觉得说 怎么台湾的司法都是这样子 令我们不禁想起嘛 当时候不是说这个陶检三次申索 要欺压郑文燦 结果陶怨不准嘛 对 然后后来为什么准 是因为郑文燦真的在外面串阵啊 他指使 他用LINE指使他的秘书去接触很多人 所以才被当成铁证 所以你就是一直要给他时间串阵 你一直要给他时间落跑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 然后柯文哲你一直经流一直还没有交代清楚你就直接压他 而且积押一个案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你还要积押出去 所以我觉得民众会觉得好恐怖哦 如果今天跟你不同派的人涉入任何司法案件会不会被你整死 然后你会不会这个查办是大小眼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之下 会让台湾从商业环境 从司法环境 从信赖感从职业环境 全部都面临一个崩坏的情境 也就是现在赖清德他的民调会持续下探的主要原因之一 好既然陶哥都讲到民调我们就来讲民调吧 这民调其实昨天大家已经讨论很多 那刚刚出来 然后其实比较惊讶的是 因为这份民调是台湾民集集会游盈隆做的 那我们就知道游盈隆的民调的话基本上他的绿营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从他的政党倾向因为他都是一起做 他政党倾向绿营非常稳定三层 那蓝营就是两层五白营就是一层二 然后不支持大概就在两层六到两层八之间摆动 然后其他的小党大概就实在力量大概偶尔可以破三层 其他大概就是一层以下 所以他这个比例是非常稳定的 但是从这样的稳定的比例呢 看出来有几个点 一个是赖清德的民调 其实从他就任的时候是58 然后到他今年六月开始他调调四层八之后 他一直到十月大概率就在四乘七的上下飘动 四乘八就六七八九十就是 四十八点二四十九点九四十六点七四十六点六四十八点六 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大概就在三趴以内就是很稳定 但他的不满意度呢 从五月刚开始就任的时候呢 是二十五点五 然后六月二十五点六 然后出现一个阶梯式的增长 七月八月呢在三十一点二三十一点五 九月十月就涨到三十八点五三十七点七 在三十八上下 然后到十一月出现了一个死亡交叉的状况 十一月赖清德的民调呢跌到了四十二点八 那不赞同他的人上升到四十三点零 这是就任以来半年刚好 刚好现在半年的一个死亡交叉 而且这份民调是在十一月十一号到十三号进行的 所以还不包含最近 这个 有包含穿过来笑 但是还不包含这个霸凌案的这个后续的发酵 因为十一月十一到十三霸凌案才刚刚在烧而已 还没整个完全烧起来 那与此同时呢卓隆派内阁的这个民调也是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从六月开始啊 他这个是满意度 从六月开始呢是四十三点一 然后呢一直到十月呢 他的一直到九月啊 他的民调竟然呈现逐步上升的结果 六月四十三点一七月四十五点五 八月四十三点一九月涨到四十八点七 达到了他的高峰值 那不满意度呢 则是不断的缓慢在上升 从六月是二十五点五 其实跟赖清德的 这个五月的一个不赞同度 这个是一样 五月六月不赞同度一样 都是二十五起家 然后卓隆泰呢到了七月 他的不满意度上升到三十点一 而赖清德也上升 他的不赞同度也上升到三十一点二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应 然后到了八月九月的时候 卓隆泰的不满意度呢 就上升到了三十四三十二整 大概这个位置 但是到从九月到十一月呢 呈现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 九月三十二点零 十月三十五点五 就出现了三%以上的挪动 到了十一月猛增的将 猛增的五个百分点 从三十五点五 到了四十点八的不满意度 而这个满意度呢 从九月的四十八点七到十一月 是呈现逐步下降 十月的时候掉到四十五点三 也掉了三个百分点 到了十一月猛掉了 这个五个百分点 来到现在四十点八 也出现了死亡交叉的状况 所以这里有一个 很好玩的这个趋势在这里 那另外我们观察这个 不知道 就是不表态这一块 很明显的是 从九月开始一直都非常稳定 就十九十九%左右的不知道 针对卓隆泰的部分 针对赖清德的部分呢 他的一个不知道的比例呢 也是在九月的时候就趋一个稳定 大概就在十四%的上下 十四点九十三点七十四点一 非常稳定 所以其实林涛我觉得这份民调的趋势 是有很强的参考性 而且这两个对应在一起 你看出了什么 我觉得有相当很强的对应性 我觉得这样子看出来 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卓隆泰跟赖清德 他们在我们讲到外交跟内政 其实都掌握得非常差 我先从这个外交开始讲起 因为这个路波前 我跟这个历史课也在讨论 就是交换意见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一直整个 整个我们讲外交单位跟整个国安单位 全部都在洗地 他讲说 这个川普 拜登见到习近平 习近平见到拜登的时候 他没有讲赖清德 没有没有没有 就算他没有在当下讲 新华社他讲这件事情 代表说其实习近平是要点这件事情 结果我们的国安高层 完全没有任何对应的做法 我们唯一的对应的做法是说 他没有讲 认知作战 他没说 认知作战 他没说他没说 他没有讲 然后新加坡讲说反对台独 因为他本来把美中台的最最最核心的基调讲出来 外交部本来也在那边推动说 认了 后来也认了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你每天在认知作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民进党针对这个川普要接棒 他其实是没有准备好的 民众也看出来了 怎么看出来 因为赖清德创下这十几年来 唯一一个上任半年还没有过进美国本土的总统的例子 然后他今天跟大家讲说没有啊是因为美国大选 哪一年不哪每一个四年台湾跟美国都同一年美国大选 好吧 蔡英文那一年也美国大选 他是脑抽空 对人家五月就任六月就去了 马英九总统2008年五月就任八月就去了 人家年底也是要选美国大选 就只有你胡说八道在诈骗别人 然后你现在在说啊你有可能过去过进夏威夷 人家想说哎为什么过去都是洛杉矶都是美国的本土 怎么就是你对啊你是在这个夏威夷 洛杉矶就金山什么时候会去过进夏威夷 对然后现在又有人在洗地说嗯啊夏威夷是美国的一周啊 有什么意见 所以但是美先更惨事还传出我关岛 关岛连美国的周都不是哈哈哈哈 不是所以你其实上可以看到 那心得最大心中最大的魔鬼最大的魔咒最大的焦虑感 实在没有办法过进美国本土 因为代表美国怀疑你是有台独的背景 嗯他就觉得你的施政还没有经过考验 所以不要给你这一个我们讲的父权 或是给你这个背书 所以外交你就可以看出来 我告诉你那一阵更是很惨 从刚才提到的陈启玉的司法 提到你的人事任命权这个吕正章 台湾今年把他搞得乱七八糟 原本就叫你这个农业金库就不人家欠债五千万了 然后他这个他爸爸 然后跟他弟弟弃保浅潮 结果你要用这种背景的人 然后现在还在做洗地 所以你用人也有问题 对然后呢你现在又传出中华电信 也要把你自己的人 然后你看像这个我们讲高嘉瑜啊 跟跟那个谁郑运棚啊 明明民进党要接班 升代全都全都给他第五第六顺位 他不是你的 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人 或你有压力 所以就把他这个流放边疆 然后清算那个郑文燦的人 再加上柯文哲对的司法案 他的司法标准真的差太多 以至于这份民调 我告诉你 这份民调是有涵盖 那一个劳动部之死的 因为他是11月4号 你当然可以说这两天才炸开来 可是其实民众的积怨是很深的 所以说每一个指向都扣分 对没有一件事不扣分 没有一件事情是加分 每一件事情都是扣分 所以你扣到现在为什么会死亡交叉 是这个我们讲43.0跟42.8 黄金死亡交叉 而且这个死亡交叉 因为劳动部这个火 真的是火烧燎原 越烧越大 这个火我认为会继续烧下去 而且这样子的黄金交叉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们在上任的时候没有办品 然后会的就是说 我今天呢 我就是要去这一个基隆搞罢明案 地方才化吧 2011年2012年2017年 赖清德在当市长 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结果现在是原本要说过的这群立法委员 在整个立法院瞎闹打架 然后在这个电梯推挤 完全说不出个理由 现在选霸法要修正的过程中 竟然早上有一堆野人跑去 占领主席台 完全不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大法官的压霸 你所有的事情都要透过压大法官来清算载引 然后再透过司法 再透过这个蒋明森的才华法法 你通通不及格 不及格就让你的民调继续不及格 其实这个民调我观察到两个差异点 昨天我在我自己直播也跟大家分享 我来请教一下领导你的看法 因为我观察到的是赖清德的这个民调 除了一开始五月见到六月的时候 突然有一波大将 也就是好赶紧大将之后 因为大家发现他是打给亚总统 那可是他长期赶在了这个48%上下这条线 基本就是没有什么浮动 但是他的不满意度是呈现阶梯式的往上 结果没两个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趋势 但是他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呢 就是他一直游到十月 然后才挂掉 可是佐隆泰是从九月就一路往下掉 那你觉得在这样两个的差异 我自己个人是认为说很明显是 赖清德的这个政治宣传这个认知作战 逐步的在破功 因为总统负责的就是外交国防两岸 很明显的是他在这个双十节那一次的操作 是很大的失败 然后双十节操作失败另外就是引爆了围台军演 第二次围台军演 再来呢我认为川普海啸 民进党是完全看破手脚 就内政他可能会直接冲击到佐隆泰内部 但是对总统 因为总统不直接跟内政连结 但是他绝对跟外交国防两岸连结 那我的看法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所以他这个虽然都在十一月交叉 但是很明显是从十月到十一月 一连串的外交国防两岸的一种挫败感 很明显的已经打到赖清德身上了 这是我观察到你 我觉得这样的观察是非常对的方向 因为这个挫败感其实彰显在几个部分 因为你说川普的1.0那些幕僚 大家可能熟 然后拜登现在大家贺锦丽阵营 大家是熟的 可是川普2.0 民进党是没有掌握的 完全没掌握 他每一次都押保 你要押保蓬佩奥跟Nikki Haley 这两个穿马卡阵营的叛徒 对 没有结果就被官宣杀掉 结果就点点点点点嘛 其实我真的就很 我很驱惑的是说 像那个王定宇这种什么资深观外观 他进来Nikki Haley跟蓬佩奥被川普点名黑名单的时候 他进来点点点 他们完全不知道 他就是就吓傻了 就说 怎么会这样子 可是我很震惊 因为你知道你稍微有在看没选的人 你都知道川普这一任回来就绝对对叛徒就是零容人 我意思是这样 就是我很惊讶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张写颖和民进党他就算去官选 他都没办法掌握掉心 因为他们没有在官选 他们也没有在接触 他们重点是我就是压好就对了 我压最高风险很高 但是我收益很高 所以每一次我都要一个人 反正中我就是横着走嘛 那没上了就是来认知作战来凹看看嘛 所以你可以知道外交国防秘密预算为什么增加这么多 因为过去像美国 像英国前首相Trust来都是要开极嘛 四百三十六万啦 七万八万英半开极一个贺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他在这个部分他没有做好准备 第二个国庆他真的翻车了 他讲话翻车 他直接来到人家生日快乐说 诶受亲你在干嘛 你是祖国你要怎么样 你去人家生日快乐然后去做那个受亲 你干嘛 你这毛病 而且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搭配王义川跟王定宇两个人 在攻击刘德华 那攻击刘德华得罪演艺圈 他用的调性是两岸是媚共 所以他得罪了整个演艺圈 得罪了整个两岸的关系 得罪了美中台 美中台会因此觉得就是说你到底在干嘛 再一步的最近又在讲说 这个网易专家讲说 我看中华队我的堵烂 我就堵烂 那你就是在干嘛 告诉你一个人知识 中华队为什么叫中华队 因为我们国家做中华民国 然后转播的叫做中华电信下面的爱尔兰 那你叫他都改名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劣迹一般般 我觉得是有一个重点是说 你今天要演中华民国派 可是因为你的政策会执行长 他稳如泰商美国就会看 你在搞什么 你如果说你的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 不是你的调性 那你应该会撤换他或成熟他 他会叫他闭嘴 就不是他一次过一次越演越烈 走向一个台独的走向 所以美国其实在看台湾的新闻是看很细 他觉得你根本就是一个台独主义者 所以现在正在做更进一步的观察 拜登阵营、贺锦丽阵营都这样在观察你了 川普你会更惨 其实我觉得压错保他最大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我们得付出更多的代价 然后台湾的纳税监做代价 真的啊 你看其实挫实你刚刚讲没讲 我没想到你记得这些事 特拉斯当时我们不是邀他来吧 花了七八万英镑 我跟大家讲 特拉斯是英国好像是近代以来选举第一个当首相 下一届就落选的 丢死 史上最烂、最垃圾首相就是特拉斯 我们把他奉为上坡 那个英国真的没人要鸟他 他烂到什么程度 他首相当四十几天当的比身材还要短 也就算了 他来了之后没多久 接下来英国不是大选吗? 该选他落选 你看这是什么 你压他干嘛 所以民进党对于外交的判断能力 正在急剧的下滑 我说真的再也不管是白色力量或是国民党 我们针对美国的选举 在台湾主张他的政策跟说明啊 我们的曝光量大远高于 原本称跟美国关系很好 民进党 所以他们起步步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 你看喔 那时候马斯克其实跟 中国大陆一直关系很紧密 你看绿营彻翼常常在骂马斯克什么 骂爆了 马政伟啊 真的 酸他是这个中共同路人啊 媚共仔啊 人家现在是核心 而且对我们在开录前 我们还讲到一个事情很有趣 今天这个川普公布一个最新的人事任命案 就是呢 他任命呢 WWE世界摔角娱乐的共同创办人 也是老板娘 琳达麦马汉 他是老麦马汉 就是这个世界摔角娱乐的总裁兼创办人的老婆 那我跟大家讲 因为白人的这个家族里面 如果他们这个很紧密的家族 通常老娘才是那个核心的人物 你知道吗 老爹是外面当这个打拼天下 老娘是管钱袋子跟管实际营的 他们这个是很标准典型的白人的那种核心家族 对 然后他们的儿子啊 他女儿啊 最好笑的是 他女儿还嫁给了他们上一代的摔角的 超级明星 叫Triple H 这因为我有在看 对因为你超熟的 对 然后我觉得美国人快崩溃 建制派已经崩溃了 因为呢 怎么会叫摔角的老板 来当这个教育部长 我们可以观察 因为两个主持人已经当部长 然后第三个是 好我今天讲一个重点 马斯克这一次跟川普 明面上花了快1.31美元 据说有人估计他可能花到2.1美元 他包括他的募款那些 现在人家戏称他就一字并兼王 对不对 这个护国公马胜 那川普重用的核心里面 马斯克绝对是知中有华派 他不见得是清中派 知中有华派就是他了解中国 他对中华文化是友善 他的妈妈今年还代言OPPO 人家住在上海 就这么夸张的事情 然后这个WWE世界摔角娱乐 常年经营中国市场 他们的明星大家一定认识 叫John Cena John Cena You can see me 如果你稍微有在看摔角的话 然后我跟你讲 他就是学中文 常常被美国的那些反中派拿来酸 酸说他舔中什么的 这个人也是知中有华派 就生意上 美国人有一派就是市场在哪就有华派 那我观察到的是这个点 最后我们做收尾 就说现在川普用的人 他的好朋友 为什么川普会跟世界摔角娱乐有关系呢 因为当年川普跟老麦马汉 他们吵了一个议题 就是他们各选一个摔角明星 然后PK 输得要剃头 四季赌冤 当时两个亿万老板剃头 这样子 所以当时把他吵了 然后他们两家就变得很好的朋友 川普家跟麦马汉家 就都是做生意那种 就属于白人上层家 然后我要讲的是 他现在用的这些人 他的好朋友都是知中有华派 就是真的有影响 他的那些所谓的蒲虫军 才是反中派 所以民进党这几天不是在洗说 那个Marco Rubio是超级反中亲台议员 他当国务卿 我们台湾一定强 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你等着看 你准死没我 最后来问一下林涛这一点 因为我看到的是 四个人都是亲中有华派 四条狗都是反中派 在川普的任命结构里面 这样讲很难听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林涛跟什么看 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个 川普他新上任的国防主张 全球的国防主张是非常了解 因为他采用的是雷根主义 要用力量带来和平 所以你基本上看到 不只是他的 我们讲说用这个Fox News的这些主持人 其实过去除了已经常常在点 这个川普的政策之外 其实他们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常常也是雷根主义的信奉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是 川普真的只用自己人 而且这些自己人 是要跟他情投意合 跟他理念相近的自己人 所以我觉得今天民进场 真的不要再误判 再彻翼去攻击什么的 拜托我跟你讲 Elon Musk 他不只是当政府的效率部 他要很多的计划 是会影响川普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每天两个立在一起 对 而且你觉得胜选的 竟然就是他们全家 他们家庭跟川普一起拍 所以我在这边呼吁 民进党你们不要输不起 你们不要就是说 以为自己还是一个最强的自媒派 没有 其实你们现在对美国 完全都不了解 好 这个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 因为刚才有小铃找我 我赶快看一下小铃 OK 好 感谢这个 这个涛哥最后的这个解说 那我们今天呢 就聊到这里了 那我们最后呢 记得我们这个 无二直播间呢 每周三的下午五点 准时播出 大家记得要收看 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 那这个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今天谢谢涛哥 谢谢下次见 好下次见 拜拜